2023古偶男主红毯插举 第一位罗云熙35岁身高177 一袭简单的黑色西装搭配金丝眼镜 霸道总裁犯被瞬间打捏 唯一不足的就是瘦的游戏过头 第二位龚俊31岁身高186 身穿梅红色西装张扬又时尚 米白色刺绣西服 儒雅身是气质出众 即便在人群拥挤的嘎纳红毯上 依旧很是亮眼 第三位成义33岁身高181 参加睡衣趴一袭白色公衣 拿着一束气球 典型的软萌小奶狗形象 红毯上却又秒变酷帅霸气击春男 这反差萌男神谁能不被吸引 王鹤迪25岁身高183 早红毯一袭剪裁别致的黑色西裏 内搭黑白毛衣开山 温度风度都要冷 依旧能保持拽扑人设 吴磊23岁身高182 早红毯一袭黑色西装搭配高龄毛衣 早路带风气场强大 和胡歌同框稚嫩中还带着些成本 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 谭剑刺32岁身高174 走红毯一袭黑白休闲西装 搭配金四边眼睛 别看咱个子不高但咱气场强大 走路带风霸气十足 整张脸精致小巧又深色 脱妥的曼思奈雅 张婉仪29岁身高176 一袭黑色西装帅气又不失沉稳 气质干净五官周正 沉稳大气的形象很适合演少年帝王 肖战32岁身高183 身穿梅红色西服搭配蓝色衬衫 时尚帅气又不失儒雅 她独特的气质完美的一胎 非常的吸引人 绝对是名利场中最优雅的贵公子 不同男星对赵丽颖态度察觉 赵丽颖和林更新出席发布会 林更新直接化身忘七时 采访时还旁若无人的和丽颖讲的敲散话 这个队式感觉两人真的很完美 和吴磊一起录制节目 吴磊会很暖心地照顾赵丽颖 两人同唱葫芦娃默契师傅 赵丽颖笑得是如此开心 和冯绍峰一起走红毯 冯绍峰就像个小跟班 还会暖心帮赵丽颖整理巡逻 只是没想到两人会走到离婚的地理 和杨阳一起拍摄广告时 两人打情骂俏的样子真的是甜蜡 杨阳看向赵丽颖的眼神都快要辣死了 一向和女星避嫌的王一博遇到赵丽颖 所有的避嫌都抛到了脑后 两人同喝一碗胡辣汤 一博不仅没有嫌弃还笑得一脸开心 当尹宝和王一博同开丽颈 一博会走在最后面等着姐姐 领奖时也是寸步步离跟着姐姐 和胡哥同框 虽说两人没有组合作物 但两人坐在一起却也是放下说 胡哥两句话就能把尹宝剁得哈哈大笑 当赵丽颖和陈晓的同框 陈晓会主动包下给赵丽颖 两人会寒情默默地看着对面 就温柔入水拉丝的小眼神 很难相信两人当时没有真的太爱 当尹宝和陈伟廷同台 陈伟廷全程都宠密地看着她 脸上的笑容是收都收不住 而银宝穿着高跟鞋上台领奖时 钟翰良会非常绅士地上前伸出手蜜 让银宝可以挽着上台 俊男靓女的画面看着非常洋艳 90后小花一部一美红毯状态高下历见 先来看看一美明显的女星 30岁的杨子 出席活动时脸部状态很是便宜 尤其是央视镜头下的她 整个面部十分的僵硬 苹果肌也不像以前那般自然 整张脸假象十足 28岁的居静衣 一出道就被冠上4000年美女的标签 可她其实算是一美界的抗霸子了 脸上的一美痕迹基本看不出来 如果不相信 看看她早期的选秀视频就知道了 而她现在也很少在镜头前素颜 估计是害怕暴露真实的样子吧 32岁的金城一美痕迹就很明显了 整张脸变得越来越僵硬 苹果肌十分的突出 特别是笑起来这倾斜的嘴角 说没有一美都不会有人相信 那么再看看原装脸的女星们 30岁的迪丽热巴 拥有少数民族噱头的她 就是那种从小美到大的少部分人 整张脸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精致立体的五官和凹凸有致的身材 让她每次走红毯都能美出圈 不愧是被称为东方神颜的女星 32岁的谭松月 一张纯天然的娃娃脸少女感失足 满脸的胶原蛋白 延起十几岁的高中生是毫无违和感 关晓彤算是大家从小看到大的 她完全就是等比例整大 找对风格的她美上新的高度 28岁的白露 虽不是一眼美女 但她的美却是很独特 即便有着不整齐的小虎牙 但却非常有变识度 走红毯表情自然笑容满面 看起来更加温柔温暖